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瑞郎最为看涨 英国市场假期英镑与瑞郎水平相当 紧随其后的是安全避风港日元 其余的货币都交易在狭窄的范围内 欧元为其中之一 受到令人失望的德国商业信心指数的发布而难移 美股表现积极 但商品货币大多走低 美元与澳元水平相当 澳元为最为看好的商品货币 加元略高出新西兰元一小部分 新西兰元则受到新西兰贸易报告影响 位居涨跌表最底部 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八个主要货币的长期图表 美元日元有最大单周上涨 绿色部分显示为1.59% 新西兰元美元有最大下跌 共下跌了1.52% 美元日元有最大月涨幅 共上涨2.43% 新西兰元美元有最大下跌 跌幅为3.75% 以上内容为本周的第一个实力派 明天将继续为您带来相关内容 再见